前一段时间呢,有一个朋友啊,给我传了一个视频,他的意思呢,就是让我刊物,因为我太忙呢,我也没有,就是让我提出反对的想法了。 啊,我觉得这个人的思想和语言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于,你可以自由的转换,啊,即便我们就是说选择都是向善的方向,同样的一个事物,你是让我支持,还是要我反对,都可以向善,啊,大部分可能都可以尝试这个方法,这个朋友可能知道这个支持没啥养分, 他就想知道相反的一个东西,他非常喜欢这个视频了,就让我给提一些看法,但是时间太长的,发的给我那个东西在微信里,这太,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,就是这个,找不到了,我就搜了一下,我以为这个视频是独创的,实际是个文案,但我不知道这个文案是谁最早做的了, 啊,他那个所谓的大思想家是最早做的,还是大家都在做这个,都找不到原作者了,所有的内容都一样,就是一个精神病,人治愈了一个所谓的一个修行者,我们听一下啊,我边听呢,我边帮这个朋友看悟一下,那一样的台词,找不到原视频了也没事吧。 意识到这是一个精神病患者,他问我,你看过道德经吗,你了解庄子吗,你知道量子力学吗,我最初以为是高手来挑战我,我认真地回答了他的每一个问题,知道他问我,你是那只鸟吗,我冷了,这个问题我答不出来,然后他们告诉我,他刚从, 在那个视频里啊,那个叙述的修行者呢,就是他量子力学多厉害,孔子,啊,不,道德经多厉害,其实孔子承认看不懂道德经,啊,神龙见首不见尾,读不懂。 当然可能孔子也是这个,绩效了,可是这个孔子,也不能有这个绩效的这种,心态吧,应该他是一种,一种讽刺,还是一种什么东西,也许是,啊。 精神病院带出来,精神分裂,住了两个月了,我猜觉悟,我跟一个精神病患者,彼是谁对问题的理解的宽广和深刻,所以,有时候我觉得到底随时精神病,他问我,老师,你相信人间有纯洁的灵魂吗,你相信人间有自由的灵魂吗,我说,相信的,看我,我就是,我发自内心认为我是, 但是,在这个过程中,有几个深刻的体验,大家一起散步,他来拉我的手,我就想,我有女朋友,而且我是一个老师,一个这么年轻漂亮的姑娘,拉着我的手,这怎么办,所以,我就甩开了他的手,是想,若我拉一个人的手,被他甩开了,我会受伤的,然后我可能会拒绝再去拉他,甚至他主动来拉我,凭什么, 你刚才不是甩开我吗,在他的眼神里,纯洁的像宝石,没有人间的情绪,他又来拉我的手的时候,忽然我想到了他问我的问题,老师,你相信人间有纯洁的灵魂吗,我忽然觉得,我撒谎,一颗纯洁的灵魂,不会甩开这只手,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, 所以他再次选择拉我的手,我把我的手在裤子上,使劲的反复的擦了又擦,我才去拉他的手,因为我觉得,我们的灵魂不干净,我们配不上这个第二次,伸出这只手的女孩,紧接着,有个同学带来他的孩子去,嗨 啊,就这一段论述吧,呃,有的人认为呢,就是这种完全的,全能的,至纯的,毫无,啊,这个,缺陷的,这个东西,啊,都是在我手,就好像这个,啊, 啊,罗翔所反对的,说缘存在吗,存在,但是你画不出来,它是应该存在的,啊,你说你有缘,你说你是至纯,你说你是真理,要不你就是个大圣人,是神仙了,要不就是个狂妄者,要不就是个孩童,要不就是缺心眼儿,啊,一个人他在谈恋爱的时候,他可以有这种感觉,啊, 啊,但一个人能不能把他所有的人生的生命,24小时,365天,啊,100年的寿命,都弄来谈恋爱,这个是人的,嗯,自由选择,啊,这个也没有不过乎什么道德的事,不过我个人认为很,是做不到,我是做不到,别人能不能做到,我是表示怀疑, 这里有吗,纯洁的灵魂有吗,有,他是值得我仰慕,我去追求,但是他不在我这里,啊,他,他于,他是我的彼岸,是吧,我死的时候呢,会丈量,与他的那个距离,啊,不但我没有,任何凡人说,有了这个,人,啊, 我都抱以这个,啊,观察的这个视角,啊,不会说,哎呦,这个,说这个,我太幸运了,是吧,碰到一个在地天使,在地的神仙, 人会不会某个时刻觉得自己和真理合一了呢,也许会,那谈恋爱的时候,你就会,哇,那强烈的快感给你,就觉得和真理合一了, 与谈恋爱所对应的这种强烈的情感呢,就是,嗯,宗教,宗教也是让人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, 但是他,他,他不能,都是这个,比如说你天天要我在宗教那里弄,我就不行,是吧, 我觉得,就是,你害我了,我得吃喝拉撒碎,是吧,我得放屁,我得,我得, 就是这个,我,我,我,你说那个宗教那里是这个,啊, 戊虚的,啊,是行而上的,我还得行而下去,是吧,就是这个东西,就是这个意思, 我作为一个人,如你不把我,你别说你愿意把你自己的那个,啊, 作为一个人的那个所有的东西,是吧,他动物性的,强盗性的,什么魔鬼性的,神仙性的, 你,你,你说你就,就要一个单元,神仙性的,你,你自己愿意自己搞,是吧, 我就是,还是个动物,我有动物特性,你不要来剥夺我,啊,啊,就是这个意思,啊,就是, 呃,比如说这个,我们就说这个,呃,就是感性的极限的,比如说理性的,理性的,他应该是, 他是和真理有距离,爱之求真嘛,啊,假如说我们说这种真理,不是感性的真理的描述, 是理性的真理的描述,是吧,是靠近理性的这种真理的描述, 比如说,呃,科学家,当他这个,这个,有知越宽广,未知的边界越宽广, 那在这里呢,就展示出来说,呃,越,靠近真理, 越,远离真理,就是这个意思嘛,是吧,我觉得感性上,也完全可以有这种感觉, 啊,那当然了,明说我们就是这个,作为我吧,我这种这个思想力的,这种这么糟糕的这种状态,是吧, 我要研究所谓的网络呀,什么,哎呀,觉得我天下第一了,我武功最高了,是吧, 只有像这个,高手们才知道,无穷尽的这个,前进的路程,啊, 是吧,你研究手机,研究网络,英伟达,是吧,AI科技,都是这样的一种状况, 你,你越无知,就是你知道的东西越,圈子越小,它的边界越小嘛, 当你知道越来越多,越来越多,边界就越来越大,说出口就越来越多, 好多的,哎,这里破了,去补那个破的地方,就是进步嘛, 所以说,越有知,就越无知,啊,越有知,离的真理就越远, 感性也可以产生这样的情况,我为什么热爱, 老子,啊,就说老子的道吧, 其实老子不一样爱老子的,老子让大家爱那个道,去认识那个道, 我越认识到道的伟大, 崇高, 神奇, 我越渺小嘛, 是吧,当你说你这个道, 其实就是隔壁老王, 那, 越认识,认识就觉得我和老王合体了, 老王吃臭豆腐,我也吃臭豆腐, 老王搞破鞋,我也搞破鞋, 老王抽烟,我也抽烟, 就觉得我,我已经是这里了, 是我,我已经是道了, 但如果这种道是和, 啊,就是用基督教说, 我说上,上帝是代表所有的至善的光,啊, 然后那个真知,啊, 越认识到他,越觉得我渺小,我要追随他, 这时候和他的距离就越远嘛, 而不是说, 啊,我和上帝就合体了, 像红秀泉那样,啊, 我上帝是, 这个, 我亲爸爸, 我是耶稣的大哥, 就搞这一套, 是吧, 完全就是没有前辈的那个东西了, 是吧, 那个, 哎呀, 说这个, 世界上终于出现一个宗教立国的地方了, 全世界的这些个教徒都到这个地方来取经验, 来学习, 一看他这里搞了88个老婆, 还得让这些个来看他的人都得跪下, 这些人都不理解, 我们提倡是一夫一妻, 我们提倡的是, 大家是兄弟姐妹都平等, 你这里怎么还搞这一套, 啊, 就狂妄了嘛, 啊, 所以说不管是理性的和感性的, 他都认为, 越相信那个真理啊, 那个至纯存在, 我越遥远, 而不是这里面说的, 哎, 你要相信, 咱俩手牵手, 咱俩脱光的, 睡在一个被窝, 咱给他们证明, 只能是尊重这种信仰自由吧, 爱证明去证明吧, 彭斯说了, 啊, 假如发现, 这不是川普的这个父神, 咱发现我和那个其他的异性独处, 你们就说我有问题, 这是什么呢, 这是预设, 我是一个凡人, 啊, 你们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圣人, 就是这个意思吧, 就是这么一点点啊, 我觉得, 后面都已经不用讨论了, 就是讨论这一点点就足够了, 但是后面还有啊, 我们再听, 孩子不听话, 他走这个孩子, 孩子哭了, 这个女孩要去安慰那个孩子, 我说你不要去, 那个孩子很暴躁, 他会伤害你的, 结果他还是去了, 那个孩子一下就把他推得睡倒在地上, 我想保护他, 说, 你看, 我告诉你不要去, 他告诉我, 他还要去, 他说他听懂了那个孩子内心的声音, 他跑过去, 拥抱了那个孩子, 孩子突然没有哭, 也没有推倒他了, 我也冷了, 我们看到一个哭泣暴躁的孩子, 我连去接触他都是排斥的, 可是这个精神病患者, 他认为他需要帮助, 将心比心, 我们哭的时候需要爱吗? 需要, 我带他进我们的课堂, 原本我是不同意他进去的, 因为我担心, 他会给我带来困扰, 增加我的功能, 好, 我们说帮助别人, 当然是挺不错的, 是吧, 但你要说抱着坚定的信心, 你就有上帝的能力, 真理的能力, 就和上一个问题一样, 我在一个案件里, 我发现人很容易有这种倾向, 就是狂妄, 会不会有一些个所谓的苦主, 是吧, 他因为过于狂妄, 把自己也搭进去, 其实把别人也害了, 可能这样的案例很多, 非常的多, 不要对这种这个, 人性的恶呀, 太, 太骄傲, 你觉得人性的恶, 你可以战胜一样, 是吧, 那个宗教里面的终极质问嘛, 就假如上帝是万能的, 为什么你不把人性的恶, 把它干掉, 你还留恶在人间干什么, 上帝都干不掉, 你怎么能干掉它呢, 帮人是挺好, 但是还是要采生, 还是有点距离好, 刚才这段描述, 要有边界的勘察, 他说什么呢, 一个孩子施暴我, 我不怕, 我还是迎上去, 我还让他施暴, 这不是有点受孽的东西吗, 要警惕这个东西, 当然你说一个人需要帮助, 他吃了苦头, 还愿意帮别人, 这是一种利他,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, 有这样的人来帮我, 我也挺满足的, 但是如果自己的孩子, 外出碰到这样的事, 还挺身而出, 挺身而出的, 我觉得这下教育就出问题了, 已经, 要不这里的主角说他是个精神病吗, 是吧, 啊, 工作的麻烦, 到后来我发现, 他没有伤害别人的心, 他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, 也许, 真正的精神病可能都是善良的吧, 不善良的人也精神病不了, 一个我们的同学, 是好心, 这个理论, 这个话的少说, 人的语言, 这个, 呃, 就绝对的语言, 叫这个要警惕, 对吧, 我们听到一个人喜欢说绝对的语言, 要警惕这个人, 他在暗示什么东西, 啊, 那你这个就是把人, 这个, 矮话, 我, 你说我承认我是个神经病吧, 我就是善良的人, 我说我这个是善良吧, 就说我是个神经病, 啊, 我说我这个精神比较正常吧, 就是不善良, 这些个对等对都不好, 啊, 这个怎么, 啊, 这个描述理论这里面的巨大漏洞, 巨大的问题, 这非常不负责任的这样的对人性的描述, 什么这个精神病才得, 这个善良人才得, 精神病, 善良人才抑郁, 这都什么描述的, 乱七八糟的, 很不严谨, 不像个思想工作者说的话, 连我这个初一文化的人都不说这样的话, 要把这个女孩骂行, 他疯狂的骂她, 你不能这样, 你必须要怎么样, 可是我隐约有得了解, 这个女孩是受到了强烈的生活的冲突, 导致了应急创伤反应, 变成这样的, 所以后来, 我问这个女孩, 刚才这个姐姐骂你, 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, 这姑娘竟然告诉我, 她没有生气, 她认为姐姐骂的是她自己, 她认为姐姐说的所有的东西, 是她自己需要做到的事情, 于是她在心里一直默默地祝福, 这个姐姐会好起来的, 我之所以担心, 其实前台此事, 如果别人这样骂我, 我是愤怒的, 我是有可能回击的, 然而她没有, 在那一瞬间, 我觉得精神病有什么不好, 至少她的状态, 是我羡慕和需要的, 我这样的修行人, 努力的修行, 就是为了实现她这样的状态, 我们把她定义为了精神病, 他们选择了, 进入了一个我们不常遭遇的生活状态, 所以, 我当时跟这个姑娘说, 你现在已经成为了我心目中很完美的生命状态, 但是普通人看你就是个精神病, 你回不到这边来, 普通人需要你在这边, 你就在这边, 而你需要在那边的时候, 你就在那边, 我认为这是最完美的生命形态, 于是, 这个姑娘说, 她想回来, 她不知道怎么回来, 我说你可以跟我学习, 我俩边都在, 其实我有点吹牛, 我想帮这个女孩, 所以我想试一试, 在试之前, 我没有把握能让这个人好起来, 晚饭后, 我没有再聊天, 我心里正在生起巨大的得失心, 到底在哪一点上, 去尝试调整她, 会带来成功, 当我思考的时候, 她告诉我, 老师, 自由的灵魂从来不思考, 当下就缺中了我的心, 因为我正在有的失心, 我会觉得她就是我的人, 真的这个看物的东西非常的多, 这么长的一个视频, 十分钟的视频, 几乎每句话我都有点意见, 但我也不太想做太久了, 是吧, 所谓的说, 自由的灵魂不用思考, 所谓的直觉, 这个东西能不能推论出来, 说你基因天生就是这样, 这是一个问题, 这个里面和种族论, 它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, 那么还有一些个朋友说, 爱之求真的朋友, 他们认为是越思考越自由, 越努力才越自由, 自由不是躺在床上睡大觉, 不是打电文打出来的, 天天沉迷于打游戏, 你说你就获得了自由, 不思考得自由, 我本人是非常的这个, 警惕这个说法, 那么有些个人, 他也没有这个太努力, 他就是有一种, 别人看到的自由, 或者自我感觉的自由, 或者自由主义, 也是判定他确实是一种自由, 我不敢说, 是吧, 我个人认为, 我倾向于一件事, 自由是爱之求真者的属性, 不是像他说的这个, 最起码不全部是像他说的吧, 说自由, 一思考就不自由, 那就和什么硬合在一起呢, 说生理喜欢才是一种喜欢, 我对这些个东西, 我觉得有点这个可能有吧, 但是太过重于一种描述这个玩意, 就像登图子了, 是吧, 我是不太喜欢描述这个东西, 我生理喜欢才是真喜欢, 这些个东西, 是吧, 一思想就不自由了, 是吧, 我是害怕, 有人告诉我, 你一思想就不自由了, 赶快把我的钱捂好, 捂住我的钱, 对吧, 捂住我的身体, 你要对我身体要干什么呀, 人生导师, 他的存在是一种人间的美好, 他这个样子回到生活中, 所有人会觉得他就是个精神病, 所以在那个瞬间,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, 我说你看看你母亲的眼睛, 他妈妈的整个眼睛是没有白眼人的, 白眼人里面全是血色, 因为这个母亲从孩子生病以来, 担心他会自杀什么的, 从来晚上都不敢睡觉, 我说你看看你妈妈的眼睛, 你知道你生病以来, 他有多担心你吗, 你知道他从来睡觉都不敢睡, 你看到他没有白眼人, 里面全是血吗, 忽然这个姑娘眼神, 就像是电脑当机了一样, 左转几圈, 右转几圈, 然后眼睛中一下出现了人类的情感, 那一瞬间我就知道, 这位老师啊, 他回来了, 已经好了, 叫彭凯, 他回到我家乡给我发微信, 说他做出那了, 彻底好了, 其实他后面拒绝跟我联系, 太狂妄了, 说你看看你妈妈担心你眼白都成死鱼眼了, 我觉得这个没听到这些个东西, 当然很多痛苦的朋友可能希望是如此, 哎呦, 让别人一戳一下, 就自己一下就醍醐关顶了, 是吧, 凌空飞起了, 曾世锋啊, 他是搞了一个中德心理中心在武汉吧, 好像是这个中国搞心理学的一个高地, 他是刘德的博士, 搞心理学, 搞哲学, 逻辑性的德国人是比较厉害的, 他就说什么呢, 他说我判定你的情感有没有问题, 你给我一年的时间, 你一年得多少钱, 啊, 就算一周一次治疗可乘, 是吧, 像他们恐怕还不得两千块钱起价, 啊, 一个月就得八千块钱吧, 啊, 一年得十来万块钱丢进去, 然后一年以后他就说你, 啊, 可能有模糊方面的问题, 啊, 等等吧, 反正就是按照他们这个心理治疗, 里面还有疑情啊, 说就听你倾诉, 然后再徐徐渐进啊, 什么啊, 什么还要克制, 发生性关系啊, 等等这些个问题, 最终, 他说有一个问题, 他说不要期盼, 我们能可以治你, 有可能那是造物主给你一个最好的启迪, 或者最好的防御, 啊, 有可能你有什么神奇大力, 你在这里就发挥出来了, 你是个奇人, 啊, 你是个天才, 可能在这里了, 有可能呢, 就是你生命的最后的防线在这里, 在不断的给你发信号, 说你要开始要防御, 要不然的话你就会死掉, 啊, 这个是造物主对你发出的信号, 这我们这些个凡人怎么能介入的进来, 说治不好也是正常, 太高了, 我觉得听这个家伙就太高了, 当然他也名气比较大, 如果是一个名气不够大的, 就这套说辞谁找他, 必须你得像刚才这个家伙说的, 一下就击中你, 好像就哇, 就是都治好了白病, 想的美吧, 你不拿出巨长的时间, 你不拿出巨多的财富来, 金钱来, 谁和你玩啊, 我想他应该是想忘记这一段经历, 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他是如何生病的, 原来推荐他来的这个人, 是他的老板, 也是他的男朋友, 是他在18岁时遇见的, 创业成功后, 吵了这女孩的犹豫, 离开了他, 和一个有北京户口的女孩结了婚, 这姑娘经历了失业加失恋, 十天里在家里不吃不喝, 精神分裂了, 他在精神病院待了两个月, 在这两个月里, 他都不知道他是精神病, 他问了很多病人, 他产生了困惑, 他说, 是我自己死了吗, 晚上睡觉, 他听到的是鸟在说人话, 说你要离开这里, 不然你会死在这里, 一个特别渴望别救赎的人, 没有人对他说救赎的话, 他内心的声音混化, 听到这只鸟在告诉他, 要离开这里, 母亲以为他在医院里被电疗, 被虐待, 所以才会跟他的前男友打电话, 而且他的母亲竟然不知道他们的关系, 到最后这个姑娘好起来, 母亲都在感谢他的老板, 这个姑娘好起来, 是很多人的见证, 其实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奇迹, 只是我们做不到, 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奇迹, 这就因缘汇聚, 他内心的光明和善良, 因为我的经历, 我不排斥这样的人, 我希望他好起来, 所以我选择相信他是一个正常人, 如果你认定是一个病人, 那么你认为他有病的心就会占上风, 就会觉得是不是应该放弃, 当他说, 那个骂他的女孩只是在骂自己, 他在祝福他的时候, 当他说那个男孩需要拥抱的时候, 当我甩开他的手, 他又来拉我的手的时候, 我就不行了, 受不了的睡觉去了, 是吧, 就一个母亲, 他的女儿18岁, 就第三者插足了, 这个母亲, 这个家庭是一种什么状态, 一个母亲感谢, 也不知道是拯救他女儿, 还是裁害他女儿的一个老板, 不知道这个母亲, 是知道这个局, 还是破不了这个局, 比如说有的时候, 可能母亲知道这个局, 如果破了以后呢, 我们知道狼仙平, 抱了一个空姐, 给空姐送了套房子, 最后呢, 还打官司把房子要回来, 后来好像又有反转, 又有打官司, 不用说吴秀波, 吴秀波呢, 说女孩子, 包养女孩子, 还可以把女孩子送到大牢去坐牢, 所以说这个妈妈可能是不是要破这个局, 这个都不清楚的, 人是极其复杂的, 刚才这一段呢, 好像是批评他妈妈吧, 我想对这个结束了, 我所有的结论都是人性的问题, 极其复杂, 不付费, 尽量的不要谈, 只要谈就要谈这些个, 在上者, 在下者, 或者平等人家谈的不谈, 要不给钱, 除此之外, 就谈环境, 这个是可以谈的, 环境是可以谈的, 人性的问题,